各位菩萨大家 阿彌陀佛 请翻概我们的课本是在第七页 我们最主要的是在辩教差别门 这边有最主要的是讲到 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宗志 我们是立在这个一圣 而且依照这个谁的 我们集上法师的这个一圣 完全是几乎每一张 圣满经里面几乎都跟这个主题有关系 我们讲到 而且它有 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谁的 花花的一圣跟这个圣满的一圣有什么不同 因为确实这个是我们比较难以去分析了解的 同样多说一圣 那这两本一圣有什么差别 在第六页那边有说到 最主要的是 法华经的这一圣最主要的是运倒 运倒这个所谓的 这个回小向大的这个谁的 这个谁的身文圣者 尤其是阿罗汉 就像要去入乌予涅槃的这个阿罗汉 所以让他 佛为了要让他们回归到这个真的 一时圣的这个主要的真正的修学道路 所以才有法华经 才会宣布 把这个法华经 把谁的 整个 才会公开宣说 那我们这个谁的 圣满君最早的也是一圣 他最早的是为这个知王的 这个他本身来讲就是菩萨圣 他能够了解 这个谁的 这个一圣才是主要的修学道路 能够直接进入到一圣的修学道路 就不用再从这个二圣解脱法那边去 再弯倒这个谁的解脱道 因为我们的一圣 一圣本身里面的教义里面就含色解脱 所以这个就直接迈入到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菩萨圣 整个就是整个去之去到这个谁的佛圣 成就这个谁的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同样说一圣 他们两经的根本上的一个差异 好那我们这个 好 另外是讲 我们佛圣 因为佛过 他也是 佛过按照来讲 圣到底是在因还是在过 通常来讲我们这个圣 在因为也有 因为圣本来就是我们所运载 因为这个我们的圣 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乘着我们佛陀说宣说的正法 用这样正法来运辰 让我们能够修学到这个谁的运载我们 能够修学到这个谁的无上佛果 那佛果也要 为什么是圣 就是因为他能够宣说佛法运载我们这些众生 还引导我们这些众生能够成就佛道 所以为什么讲因果都是有圣意 好那我们这个 在我们第七页的部分来讲是变载叉门 所以我们是讲到谁的这个 佛所宣说的这个载 好 好 现在有些不同 丽载上的不同 好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真正的这个丽载 先讲这为什么要立教 我们在前堂各自教也是先说这个部分 然后才讲到这个 在我们立教上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这个教义 我们 就我们所说的同样都是说经 为什么有那么多经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根本的这个谁的 这个教义本来就是要去向佛果 就是根本上的一个究竟目标 我们成就打菩提打涅槃 这个是立教义 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这个的 在我们这个谁的佛果的部分来讲 圣满坚着重在涅槃 所以讲的是这个谁的 尼烟就是涅槃 好 就是有种种门路 好 那整个 好就是有两种 门有不同 所以有些是借事与受物 好 就是借一些东西 好 那我们 那我们 我们佛法 我们是将每一佛宣说 是借由 因为以文字 声音 来宣述佛法 那这也是一种事 好 那我们 所以它才会 后面才会带出来 那另外一个是用理的部分 无言以登圣 用这个谁的 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 因为有些从事上去误导 有些是从理 整个是真理 用真理来误导 无言以登圣 这个样子 但是因为无言以 用这个道理 无言甚莫然 是很难能够了解 所以才会 用这个 才用这个文字 来进入文字的运用 所以讲到谁的 用文字来说 那同样 不管是 用这个东西来宣说 还是用这个文字来宣说 这个是个 整个真实意 那都是要 整个都是要去入我们 整个无名相 常用名相 来 来能够了悟 利言的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究竟真理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为什么后面比较带出来 因为我们在 我们 这个 般若的这个部分来讲 就比较 他比较着重在这个谁的 伊波勒的经典 他比较着重在遮浅 所以比较能够用浅出我们的妄想 浅出我们的戏论 浅出我们的众生的这个心意式的这个谁的 种种分别季度 所以这个是这样 让我们能够正这个清正内正到离言性 这个谁的愿意到达心意除灭的 这乌为真如 所以为什么这个讲到所 这个所全之理是结缘 全理之言常觉 所以为什么般若的经典都是讲佛 佛无有说法 如果佛有说法是伴佛 这不是为了要强调这个我们所说的真如 无为这个体性 它是离言说性 所以波勒的教义比较倾向这一点 那如果是我们所说的 如果是真实意的话 不管有言无言都是能够 我们所说的无为真如 如果你清正的话 都可以在有言跟无言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都能够与理相应 这我们所说的都是解脱 那后面的就是用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在第七页的中间里面 用这个微魔觉机那个部分来讲 就是有言也解脱 无言也解脱 所以就是讲到有言无言 甚至不管在言说的情况 还是在无言的情况都是解脱自在 都是跟真如无为相应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只要你能够达到这个谁的心无所一 离开这个所谓的种种的分别之主 这个就是能够去入这个谁的 整个能够侮辱这个谁的 正悟到这个正如无为的这个体系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这个一切法无所作 为什么提到这一切法无所作 就是讲到一切法无所作 因为我们执着 在我们第七页 我们这个我之跟法之 因为我们执着有我之跟法之 这个执着会带出我们的根本烦恼 还有谁烦恼 在维世佛学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点 因为有知才会带出烦恼 根本烦恼跟谁的 谁烦恼 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所以这个为什么在波勒经典 告诉我们无助 我们希望我们学习者能够住在 在远境界的时候不要住去 因为有心住在境界里面就是去 去 那有我们所说的住就是受 有种种感受 我们所说的有一些小杨的 我们所说的有守受 有受就是有爱 有爱就有趣 所以为什么讲到 为什么要无助为短 心以无德为主 所以为什么能够了解这个经典的 这个古代的高增大德 我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 第一个是心安静 应该心无所助 这个是讲到谁的 我们众生的根本的毛病 因为着 因为我们执着 我们着着 就是一个雷根 雷根就是禅 捆绑类似 捆绑的根是讲生气 因为根有时候讲 所以我们所说的 根有时候讲音 有时候讲生气 是我们种种捆绑的生气 那种空板生气 就会带来贪嗔痴 贪嗔痴 贪嗔痴 就会洁生未来的苦果 所以为什么要重苦之败 因为执着的缘故 因为我们心住在境界里面 心住在境界里面 就是我们会一直 就会念念我们所说的不放 不舍 这是我们所说的 最烦恼的因缘 开始就是会造很多的 这个业就开始 这个我们所说的 身口一业 身口一业就开始造作 我们的贪嗔痴 所以受这个下一辈子的 这个身脑病是苦 那我们是讲有所得人 所以我们后面就是讲到 为什么 我们般若经典 那么注重无所得故 菩提撒痘 因为心经也这么讲 这个这句话是非常重要 无所得 因为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就是讲整个要用无所得的心态 尤其是无所得 就能够了解我们所看到的 这境界非实有 是幻境 所以这个想到 这个是讲这个无所得 所以有所得 所以有所得 为学佛法 从无时来就能愿意心而起之作 因为我们众生 没有熏悉这些什么叫有所得 什么叫无所得 所以他的心就是一直 从我们出生开始 我们的家庭社会国家教育 都告诉我们要怎么样 要争取什么 要得到什么 这个是他 他无时以来就能运于种种的境界而知作 有取有助有取有得 那我们经文佛法跟父起着 那我们因为这个心态一直 因为这个习惯 从来未改变 所以我们在 在听闻佛法的时候 又起这个执着 所以就是讲到谁的 卓上而复身着 所以讲到谁的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就会有这种习惯 莽病 所以我们在闻佛法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习惯 着心坚固 我们沾着的 祝取境界 祝在境界跟去 去这个境界 还有产生爱 就是我们所说的 受想 受 触受取爱 十二淫缘的 十二淫缘的 这些 这个 所以的 这个 从这个 受之 然后再 取之跟爱之 好 这个 讲到这个 择心坚固 所以 苦根转生 就是 苦根的 就是讲到谁的 因为我们一直 沾着 住取这些境界 所以我们 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种子 越来越 越来越 我们所说的 加大 所以 这个 未来的 接生的 这个 下一次的 生命 就越来越 更有可能 好像 苦根转生 所以慢慢的 很难解脱 玉立宏经历人 其 就后面是讲到 谁的 如果我们菩萨 我们 弘扬佛法的 这个人 所以希望能够 弘扬经的 能够 帮助我们众神 就是讲到 谁的 解脱 这个 行道 第一个就是讲 我们行道 就是我们开始 要修学的 这个时候 自己 自修的 这个时候 就开始 要知道 说我们 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 要对峙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对峙 就是 我之 跟法之 所以我们 这个 维世佛学 就非常非常的 一开始 就告诉你 我们 要针对的是 我之 跟法之 所以我之 跟法之 到底有哪 从哪边出来的 按照而讲 是从第六意识 跟第七意识 这边所出来的 就是讲到 在维世佛学会 告诉你 比较能够了解 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 是哪 就是 比较 就是掌握到 他的 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 整个 整个 那个 实体 因为这个 涨到谁的 这个 取着心 这个部分 我们对境界有 有这个 第一个是 住 心住在境界里面 第二个是去 第三个 然后 有这个谁的 有取才会有 爱 不是撑 这个 因为 在我们 这个 经典 明天就没有 告诉你 著心 导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 著心的部分 来讲 就是比较讲 我之跟法之 好 就讲到谁的 就是 你一定要克服 对峙 这个我之跟法之 因为这个 我之跟法之 它的主体就是 第六意识 跟第七意识 这个讲次续说 教之打义 所以整个 整个 佛经 整个这个 立教 就是要 第一个一定要 在我们 大圣的这个佛法 而念 第一个就是要 整个修学就是 迈入到 取得正德 无上正德 正德 大伯涅盘 因为这部分来讲 比较 比较着重在 大伯涅盘 整个大伯涅盘的这个 成就要 对峙的是什么 就是 这边所说的 这个 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着心 执着心 执着心 对应我们 威士佛学就是 我之跟法之 再怎样 再深入下去 就是我们 第六意识 跟第七意识 那再深入一下 就是我们所说 分别我之 分别法之 谁既身我之 既身法之 然后这样子 再对应下去 我们所谓的 根本烦恼 谁烦恼 这样子 如果要细节上 就要 就要 看这个 维世佛学 因为我们这个 波瑞经典 比较 总相来述 就要 就没有这样细微的 谈论 那么样的 这个 再分析 因为 因为我们波瑞经典 比较 讲的是 总相 就是执着 那我们这个 讲到谁的 那第二个 明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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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我们 圣曼经 到底是 藏教 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 过去的 这个 中国佛学 这个叛教 非常非常的兴盛 大家就要分别宣处 这普经到底是 藏教 还是 藏 还是通教 还是别教 藏通别月 还是遁教 还是剑教 这个是 是 讲这个 顿剑 又要考虑到 这个 到底是 金是 顿 顿金 还是剑金 人 还是 顿 顿物 就是我们非常 聪明的 马上一听 立根者一听 就能够了解 顿根 顿根 气的修学者 还有 说了好几遍才能够了解的是 是 渐 渐学的 这个谁的 渐渐学习的 这个谁的 根气的一个学习者 这是我们 这为什么叫明教不同 那我们 那我们 身份金到底是 归属到 哪一个教 那我们后面完全就是 其实我们 好像 好像我们 集藏法师说的也不是那么多 如果你要看到其他的这个大师 比如说智者大师 他们在这边来讲都会先 语言而讲藏通别远 或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陈光法师就会要 开始叛教 那这个 这部经到底是 属于 就我们所说的 藏教还是 通教还是 别教还是 遁教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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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遁教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在中国非常非常 就是对一个经典 首先要判别 在文献上的一个 每一个论识的所做的一个功夫 因为 这个是因为三藏十二不是太多了 所以基本上要归类 这个讲整理是到底是哪 所以哪一 这个身份金到底是要归到哪 哪一类的经典 所以这个是谈论这个问题 那我们 学上法师的部分来讲 那个 我们先讲这个 因为他立的是 我们先看他这个 南土人 他所立的这个 遁教、剑教 还有不定教 所以非遁、非剑、不定 那 那遁教是属于华焉 华焉经 好 剑教的部分来讲 他认为是讲到 从这个谁的 从我们这个 从去这个路远 从去路远 就开始跟无比丘说法 这个是就是讲进入阿涵 说 一般来讲就是讲说阿涵经 一直到涅槃 所以五十 所以五十 这个因为讲有 有这个 他都会 他都把它立成是剑教 好 因为按照来讲 我们《法华经》 也没有人说 从 马上就 一物就成佛 所以我们 大伯涅槃也是 所以我们 并没有人 讲到谁的 一物就可以成为 正这个 谁的 大伯涅槃 所以 这个讲到 谁 为什么他立这个 剑教 那第三个是 那个不定教 所以我们所说 非遁、非剑 那我们这个 他把这个圣漫经 把它分 把它收到 这个谁的 那个 我们所说的 不定教 好 这个 这个 故此经过 大评 此经过 大评 就是讲到 这个 我们圣漫经 出来的时候 到底是在哪 哪个 在佛说法的 哪一个 期间 一般的话 就是在 这有讨论到 但是我没有 没有把它 那个 就是讲到 他 他应该是在 大评之后 到底有没有 在滑滑之前 因为这个 就是要讲到 那个 就是要考察到 那个 《圣漫经》里面 所说的 因为 他是在跟 这个 波斯利王说法 所以 波斯利王 这个时候 他已经接受 佛陀的 佛陀的 引导 就归于佛陀 所以这个是 讲 那个 所以在 经典里面 就是要找出 哪时候 波斯利王 还没有 皈依佛陀 就是要找 这一点来 比对 所以这个 《圣漫经》到底是 哪时刻 哪时候 佛所说法 就是 按照我来讲 就是 大平以后 到底有没有 是不是在 法华之 之后 还之前 因为涅槃 是最后 按照我来讲 是佛最后说 《涅槃经》 所以法华 说完了 之后 简接下来 就是 涅槃 所以按照我来讲 应该是 在法华之前 所以是讲 法华 涅槃 几乎都是 以大圣 以圣为 他的主体 说法的主体 所以按照我来讲 这个法华 涅槃 都是属于 常驻 都是有讨论到 他的 都是有跟 常驻教的关系 所以 顾得与涅槃 理同 所以他所宣 《圣漫经》所说的 真实力 也去向于一时圣 一时圣也讲到常驻教 所以他认为 这三部经典都在 时间应该都是 满 满 我们所说的 都应该是 同一段的 这个 佛说法的期间 所以说 一体三规 因为是讲到谁的 涅槃经的 这个 三规 就是讲一规 真如本身就是讲 三规的实体 所以为什么讲一体三规 但以圣为至 这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一个基点 所以 故保法法之术 最主要是要判别 这个 《圣漫经》到底是 在滑之前还是滑滑之后的意思 按照来讲 按照来讲应该 差不多的期段 所以 所以 敬义士两教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 义士两教的部分来讲 因为他又属于 建教 因为他讲到 滑滑跟涅槃都属于建教 所以 按照来讲 就是讲到谁的 他 按照是讲到谁的 他 他是不是 是顿 顿 因为他 他的说法的根气是 直接 直往 按照来讲是 顿悟菩萨 直往菩萨 所以他把他叛到 这个 叛教 把他叛到 这个 谁不定 不定教 所以又是别 印一击 灰双连之说 故意涅槃 因为 因为送礼是说 是 佛陀要露灭的 这个时候 所以就是 叛教到底要 盼 圣判间到底要盼到 哪一个 就讲到谁的 按照他这个教 分为 顿教 见教 跟不定教 到底要盼到 哪一个地方 他把他叛到 不定教 不定教 那 这也是 立三教 我们大概 就是 稍微 谈一下 这个 讲到 在第七页 立三教者 就是讲 人且伐故 此经 并属无放之教 但 华华 所以讲到 他认为 无放之教 是讲到谁的 那个 讲不定教 那 既然是 不定教 代表他在哪 收法的期间 到底在哪 哪个时刻 所以他 因为讲佛 收法 收那么多 至少应该要有 就是 哪时候说法 法 哪时候说 涅槃 涅槃是最知道的 他是佛 露灭之前 那 那个 《生半经》 到底是在哪 他判别是 法骨 在词经 之前 为什么法骨 就是 讲大法骨经 在《生半经》之前 为什么他做这种判断 判断 因为法骨在设位 成位 佛斯利王术 王一佛所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佛斯利王才真正的信寿 是 归于大圣 所以这个时候他才会 用这个书信 来 希望他这个圣满 他的女儿能够 能够归佛陀 所以才会 所以他做这样子判别 那如果是《人结经》 释觉 我以神力 建立令圣满及二智满足 诸菩萨 这个二智满足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 因为我们 我们菩萨要有 慢慢要 露制要有这个实相制 跟方便制 所以宣说这个 如来障及障事 在我们《圣满经》里面有讲 就是 就是 比较着重在宣说 有说到这两个 如来障跟障事 所以我们在《人结经》 这个大家如果要了解 如来障 因为这个最 如来障跟障事 最小的讲 空如来障跟不空如来障 因为把这个 因为障事 这个叫阿拉耶事 把阿拉耶事里面 所有的种子 清空就是空如来障 那 这个时候 等到这个障事 就是我们是阿拉耶事里面的种子 全部清空之后 我们这个障事的 里面所有的这个 无肉的这个种子 功德写写出来 就是不空如来障 这个最小的是讲这个部分 那后面最小的是讲到谁的 这个一文云 这个是 他判别 这个《圣满经》是在 《人结经》之前 所以他里面就讲到 那个《圣满夫人臣佛未神令》 所以如来禁戒 他最小的讲 因为这个最小的是 《圣满经》最小的是 宣说我们众生 比较着重在众生的层面 所以比较着重在 怎么样子把这个 众生的阿拉耶事里面 这个 执着 这个种子把它清掉 好 那《圣满夫人》的部分来讲 比较着重在 好 他也有讲阿拉耶事 对 《圣满夫人》 就是讲如来的禁戒 所以讲如来禁戒 里面有讲 我们再看他里面内文好了 因为他最小的是讲那个 无边圣满夫人的无边圣地掌 这个 我们再看这个正文里面 再来看这个如来禁戒 所以他最小的是判别 这个《圣满夫人》在哪 哪一部经典 就是在佛说法的哪一个期段 时段 所以他最小的是在 人邪经的前面 人邪经 最小的是在这个 因为人眼闪 因为是佛的 人邪是最圣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这个人 人邪是代表它是佛最圣处 佛说法最圣处 所以既然是最圣处 他说的法都是最圣法妙法 所以他里面讲八诗二诗 而是讲在此间 在南海人邪三点 为驻大菩萨之命八诗二诗 我们这边也有讲二诗 还有五驻一圣如来照 在我们第七页 那法谷 大法谷经对那佳瑟说 如来常驻真我之谢 好就是讲到那个相关的这个 说法的内容 我们 我们圣伴经有没有谈到这个真我之性 如果说 一经典来讲是 文字上如果 因为没有出现 可是涉及的内容还是有 最主要讲这个谁的 如来照 他本身就是我们所谓真如无为 他就是真我 他是长住清静性 又名化成熊子等欲 四次华华 就是讲华古青 因为有些的内容是 有些的内容是 就是 取的例子像赤 所以像华华经 所以佛因珀斯尼王吉谷垂背 来佛朔 这一幕《大法古》 为什么它叫《大法古经》 因为它这个曲名 这个经典叫《大法经》 应该是有它很特殊的意思 这个就是记载 就是佛斯尼王请佛说法 来到这个 这个时候 讲 这个 因佛斯尼王吉谷垂背 來佛索 就講波斯利王籍的古 然後帶一些他們的臣子 一直去佛索 所以這個才會叫做大法古境 這次講到 不再判別 聖半徑到底是佛說法的哪一個器件 所以它絕對不是佛最後的說法 因為它不可能是超過涅槃境 它也按照而講是我們所說的 到底是滑滑 應該是在滑滑之前 所以這是判別在這個誰的 在冷前之前 那後面是講三教五十 三教五十 那個有些講三十教是佛說法的這個 說這個身為聖的部分 在陸爺宴的這個時候 初十還有中十是 說這個所謂的 諸法之性皆空 這個比較屬於波勒 說這個我們所說波勒 一切法皆空的這個部分 那後十比較屬於這個所謂的 講三性三無性比較講威士的這個部分 三十 不是按照來講是解釋密軍的這個誰的 佛在這個 這個陸爺宴第一十說法 那第二十說法是說波勒 第三十說法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所說的大勝為士 就是講到那個三十 那五十的部分來講 就要看這些的這個 這個裡面 這個講那個佛在盼教的這個時候 大家回去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這個要 如果要說 大家最好是參考這個 晨觀裡面的 晨觀這個 它裡面在 在前面 裡面也 教旗音源那邊 還有這個 最主要是在這個誰的 藏教所設的那個部分 那邊全部都有教 而且講得還蠻詳細的 那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的這個 極章法師在叛教裡面 並沒有很多 沒有像智者大師這麼多 極章法師 他比較講的是 比較講的是根本 他比較有三種法輪 第一個是根本法輪 根本法輪是 他著重在華眼 因為佛出來的時候 誤導的時候 成就正等覺得說 第一個是講華眼鏡 所以他是根本法輪 那後面是講到誰的 從本 之末 之末法輪 就是從本流末 之末法輪 這講到誰的阿涵的系列 後面是講到誰的波勒其斷 一直到涅槃 是講到這社會歸版 所以他把這個聖慢鏡都把它列入到第三個 社目歸版法輪 所以他的叛教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這講到另外是講到 所以他比較沒有採用這三教武師 北土章以武師 北土章以武師 立世宗教 特別提到這個世宗 這個世宗最早的是講到那個 也是從那個 因緣宗 假名宗跟不真宗 還有真宗 因緣宗最早的是佛說法 就是講世宗 在阿涵的這個期間 就是講因緣 按照這個另外一個是講到誰的這個 這個因緣 在另外一個說法是信眾 為什麼叫信眾 因緣 對不起 應該要對不起 因緣 按照的講是 如果是你要講到這個 因緣佛說法在因緣上來講 利運出戒 所以為什麼講這個 上座部有這個是法體橫屎 有法這個部分 那我們講到這個 因緣 如果是採用這個因緣破性 這個破性是破這個 泛我的我性 自性的就是我性 所以這個講到誰的 因緣 因為有因緣 還有假明 還有不真 還有因實宗 就講真宗 那因緣 那因緣中最主要是講 他也是立性 為什麼立性 就是我們所說的 他立這個誰的 立這個誰的 那個 運出界 法體的部分 立運出界法體 他雖然去外道的這個 我性 但是他有立運出界法體 所以講到誰的這個 薩伯洛 有這個 法體橫屎的部分 所以因緣中立這個 運出界法體 那後面是講假明宗 假明宗是金部裡面所說的 那個 所謂假明 最主要的是 那個 他這個 因緣中我在講 他也是講正因緣 立這個 有緣果之性 所以破這個誰的 為破我們這外道的這個 我性 因為講 他立有這個 涅槃 立這個法體橫有 所以為什麼講 有時候講 這個 這個 也講 也講 這個 性 第二個是講破性 是講 假明破性的部分 所以破於這個定性 所以 但從緣起 知道這個誰的諸法都是 那個 萬法從緣故無定死 所以 假明 所以為什麼這個是假 假明 假明最主要是破這個誰的 那個 他是假明破性 所以 破性之後 為什麼叫不爭 因為這 不爭的部分來講 最小的是 破性 而有這個 而有去向 所以 不爭中的部分來講 最小的是剝勒的去段 不爭 因為諸法不爭 因為諸法不爭 所以當然 他最假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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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明這個時候是講到破性 那後面是講到那個 不爭 所以講 他的部分 就是講 用這個 所謂的 字 我們這個 污子 成這個權 雖然破這個 我們所說的這個 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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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 但還有權相 非無權相 所以是講 他只是破這個 權的真實 但這還有權相 所以這個是講 那不爭還有相 我還是講 所以 按照你講 那個 第一個 我還重新唸 因為講 因緣中 就是講諸法 因緣 第二個是 假明 第三個就是 講不爭 第四個 按照來講 是講真 真 他這邊 按照來講 是 講這個 所謂真 最早的是 立這個誰的 那個 我們的這個 真如廟友的部分 所以他真 這個 他這個 最早的真 最早的是 提出這個誰的 廟友 顯出廟友真空的部分 因為在 因為在 在這個 不爭裡面 並沒有提到 因為不爭 最早的是 還是要講 性相解空 因為 假明的部分 來講 是他最早的是 破性的部分 所以不爭可以達到 性相解空 因為他認為這個 假明之後 還有 全相 所以在不爭的部分來講 是 破性 所以不爭的部分來講 我們所說的這個 在 在波瑞經典裡面 比較 講的是 性相解空 所以不爭的部分來講 因為 因緣那邊還有 假明 因緣的部分來講 是他還有 他有 立這個誰的 他有立這個誰的 五運十二路十八戒 所以他有 為什麼 因緣裡面還有假明 所以他有這個法體 那 所以在假明裡面 連這個法體的詩 都在破 所以為什麼這立假明 萬法都是從 因緣 是講 無始 所以講這個 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是講幻化 無始 所以是假明 所以那個 那後面是講 菩提流之 從菩提流之度後 基於這個誰的 基世 所以 我們的佛教分為這個 半教跟滿教 這個按照來講是 涅槃經裡面出來的 那半教是聲文神 我們 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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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佛說法 還沒真正的圓滿 阿菩薩聖的教法是真正的圓滿 所以講半教跟滿教 但是我們 經典裡面 有這樣子 但是聲文神 瘟疫二障 起大小心 那我們 這個 按照我們這個 這個 這角質我們 基障法是說的 治道 就是真理 是未成大小 那是因為他 因為 因為佛說法都是從 他所清正的 真實 真實 究竟真理 整個流露 流出來的 所以 這個 治道 究竟真理 未成大小 但是因為佛 為了 度化眾生 是 看這個眾生的根去 富大圓 而 所以強命是為大 隨順小圓 而 賈明四射 是為小聖 所以 能夠用這個大小聖 來了解 那你要了解 我們的 究竟根本真理 要 非大 非小 這是我們要了解的 因為 到最後你要了解 深文聖 他也是在法華心裡面 是一個歸入到我們 菩薩的修學因 因為解脫法 我們菩薩的法教 它裡面也有解脫道 所以深文聖也可以作為成就佛道的因 所以不注意這個誰的 所以我們在學習佛法的部分來講 不能輕視這個深文聖 不能說他學的是深文教法 所以不注意兩世 所以 七可心存以二非 所以你不能 你不能說這個 小聖不好 大聖好 那有些是認為大聖非佛說 就會認為大聖非佛說 小聖才是根本 所以按照佛既然都有這兩種 三藏 所以你要知道 本身就是有這兩種 所以四十大宗 則三藏無師 三藏無師的部分來講 就是你要了解這個 尖障障障障障障障 那後面的最主要的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各位 阿彌陀佛 我們剛才說到這個 應該是講第八頁 那後面最主要的是 講 這個 最主要討論到底是 我們聖慢經 到底是在佛說法的 哪一個時段 所以到底是 所以到底是 在哪一本經的之後 哪一本經之前 這個按照來講是在 剛才所說的在 冷血之前 當然也在般若的之後 我們既然談到這個大教小教 那後面的提出問題是 為大小人說二章 那到底什麼叫大小人 大人還是小人 那他這個回答 菩薩有二 就是講到誰的這個 菩薩有兩種類 兩個種類 兩個種類 兩類型 第一個就是講職王菩薩 一個是講到這個 誰的回小向達的菩薩 所以為此二人說菩薩障 那菩薩障 那菩薩障 人說 所謂鈍 鈍教 因為 這個鈍的部分來講 是因為他本 學習者 修學者 他沒有經過聖文 沒有經過 聽聞過 阿涵的這個部分 他並沒有聽聞過 所以他直接就是學大聖法 所以不從小入於大 那為這個回小向大 所謂賤 因為他從聖文是轉過來 所以我們所說的 因為有菩薩般 聖文般 他從聖文轉學到菩薩般 所以這個劍 所以從小入於大 這個是按照我來講的 鈍劍就是華華精 這種說法是華華精所提出來的 是諸眾生使見我生 聞我所說 即便信受如來會 這個最早的是講到誰的華華精 就是馬上接受這個如來會 這個就是講到慈王的菩薩 他是一種 就像我們所說的直接 他不用這樣子迂迴 頓 頓是講直接的意思 初前修學小聖者 入世之人 我已經異令得文是經 就是講到誰的這個 好的 因為這是講華華精一開廠牌 有 應該有五千位 神文聖者就離開了 所以佛也在這本華華精裡面 說他未來也會讓他們能夠轉到大聖 入於火會 那聖文帳也有兩種 一個是本聖神文 本聖神文就是他本聖就是神文聖 第二個是就是退大取小 為此二人說神文帳 只有本聖神文聖就是他一開始就是修學這個神文聖 叫本聖 那第二種類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華華精裡面 佛說到這個聖利佛學習的過程裡面 他過去已經聽聞過大聖法 但是因為他 他這輩子他已經忘失了 因為這輩子佛 佛為他們說的是神文聖 所以這個在印度的這個時候 因為應該是神文的教法比較流通 所以假如他們都比較屬於退大取小 所以為此兩種類的神文聖 叫說神文聖 而今此經就是我們的聖慢經 最主要是講菩薩障所設 因為講神文 就是我們在 就是我們所說拿到一本經 開始做文獻學的考察 他到底要分到 就像我們現在國家圖書館 拿到一本經就開始要歸類 他到底是要編到哪邊 所以這個工作編排的工作 所以他區別他裡面的內容 屬於菩薩障 所以把它歸到菩薩障 那菩薩障裡面有兩種 是職網或是迂迴 就是把它歸到職網菩薩 所以講為什麼叫職網菩薩 因為他直接就是天文這部經 所以也叫做職網菩薩 大小聖具有三帳 那如果說 既然有三帳 聖慢經是誰哪一部長所收社 所以應該要編到哪一帳 這個講到那個提寄雲經 提就是我們所說的聖慢經 他的這個經名就是講經 所以應該要歸到這個經帳 就是修多羅帳 就是經帳的意思不是律帳 為什麼要這樣提 因為我們聖慢經裡面有講到下一則 那個十壽 十壽 因為十壽最主要的是 聖慢經 接受佛的壽祭之後 馬上就跟佛 這個壽 馬上自動跟佛壽 這個十大戒 按照想看到這個戒 是不是應該要把它歸到戒 戒 我們所說的綠帳 按照 它裡面比較多的是 雖然講綠戒 但還是設到正法 後面會講到射受正法 終不忘世 所以還是把它設到經帳 那為什麼不歸到 因為就是講到這個十壽帳 所以為什麼不是綠帳 為什麼不叫論帳 為什麼它是 為什麼裡面含設到論 因為它裡面有論說 有分析這個所謂惡聖的 這個所謂的 就我們所說的 它分析無助煩惱 它分析惡事 這都是屬於論 所以它為什麼不是綠帳 也不是我們所說的論帳 所以它為什麼把它歸到經帳 所以它是這個講到 就是經帳裡面都談 都能夠通射到綠帳 跟所謂的論帳 那三帳之本 因為我們經常是三帳的根本 都能夠通全一切 所以叫做修多羅本教 即使獨立的論帳 局場 局場 主要是對一個 局場 局場 就是所謂的 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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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討論到修多勒裡面的 我們所說的法目 裡面的我們所說的真假 到底是正說還是偽說 這個戒到底是真假還是相似戒 所以都是屬於論的部分 是彼菩薩裡面種種雜說 所以修多勒 因為修多勒含色非常廣泛 所以他為什麼講通全一切 因為匹尼的部分來講 就是比較屬於我們的律障 比較屬於一條一條一條目出來 論障就非常很多的在談 談什麼叫做 我們所說的運戒處 什麼叫三性三無性 所以這比較屬於論障 所以廣說戒律所謂的平靈 所以你要談到這個戒 就是要一條一條規範 所以他就講完全是廣分別說戒律 但我們經裡面所說的戒律 但我們經裡面所說的戒律 就比較屬於反而修善 比較屬於很大相 總則來修善 總則來修善 那說總相別相 所以阿比坦 阿比坦是我們的論障 比如說運處戒 運 那別相的部分來講 就開始講這個 我們所說的 什麼叫社運 什麼叫社運 什麼叫想運 什麼叫行運 叫世運 世運又廣分別說 在別相裡面 就是要講到誰的八世 所以這個講到總相別相 這樣就是 涉及到總相別相 都是比較屬於阿比坦 論障 那我們這個 涅槃經裡面所說的 此事契經聖聖之意 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聖判經裡面 都是比較屬於這個 講到聖聖 一聖的聖聖意 此事這個戒律輕重之相 此事彼坦分別法句 這個都是我們所說的 很大相來說 並沒有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 立章一定要 一條一條的 仔細的 列出來 但我們 筋帳裡面就比較沒有 這樣一條一條列 所以 撇壇比較是分別法句 廣分別 所以這個 這樣三 因為能夠了解這個三 這個 筋道理是涉及到哪邊 律涉及到哪邊 論比較涉及到哪邊 你就能夠這樣子做這樣子的判別 因為他比較屬於經障 所以曰能全之教有去本末 曰所全有通局不同 這個是講到誰的 世故此經出張所設 因為我們這個能全之教 這個我們所說的這個 能全之教是我們的大聖 就是我們這個講的 是教聖曼經 他到底是談的是本 是我們所說的一聖的根本 還是談的是我們阿涵的解脫 所以本末 因為所全就是講通局 通局的部分來講是我們所說的 因為我們 我們這通 按照來講的是 通是涉及到解脫跟菩提 看到 但是我們所說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升文章比較涉及到解脫 所以比較有局限 所以 所以為什麼這規範到這個 就是大概的來談到這個誰的 這本經到底是放到哪 我們這個講到誰的這個文獻 到底就是要知道 他到底是在佛說法的說法期間 到底是在哪一個時段 他為誰而說 他是屬於哪一個 到底是三藏中的哪一藏 這個都是做一個非常基本的一個歸類 後面就講到這部經 經分其門 為什麼 什麼叫分其門 就是我們拿了一部經 開始就是要判斷 因為文獻學就判斷 他到底完整不完整 完整就是起 不完整就是分的意思 比如說 炸滑滑滑滑滑 還有這個 因為滑滑滑滑均有三個藝本 我們採用的是 修摩羅斯的這個藝本 修摩羅斯的藝本 修摩羅斯的藝本就是比較完整 所以分就是不完整 殘缺 奇就是完整 就是分其門 那我们这个圣漫经这本来讲是 按照这本应该也是完整 但另外还有完整 既然完整的另外又要讲到谁的 看到哪部的一个文献 有些版本不同 版本不同有些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金刚经 有些人有些人印金刚经 他就不把这个谁的 因为我们所说他有分这个谁的 他有我们金刚经依照那个谁的探别 就有应该有几分 32分还是33分 所以我们现在所拿的 依照正中分这个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 再把它分出来 那我们这个身份经也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版本里面有两个版本 我们看的 我们现在比较用的版本是属于这个 有分这个求纳拔托的这个版本 他就有分15张 如果依这个谁的后面的版本 他就不分这个菩提流制 这个大 这个是大吉还大鸡 应该是大鸡精 的版本 他就是不分 他就没有什么什么15张不15张的 所以有天主有两种不同 天主是印度 所以我们拿到的这个版本 那就是他 他现在先提出一般 就是因为我们身份经就蛮后面的 所以按照我来讲就是我们这个时候 很多的翻译者 他翻译很多的佛典 所以这个 那个 里面的这个翻译 翻译者 他有时候会 把分张 比如说他觉得龙树式般若 不开张门 就是有些根本都没有 就是整部经就开始一直一直编排 说到底 从开始 都是我就开始到底 就没有分这个谁的 这边所说的这个 这边还有分这个 如来真实义功德章 还有实寿章 三愿章 都没有这些分法 世青菩萨是这个 涅槃就是有预科分歧 就开始要 变 在经典里面 佛说经典开始就分 第一品 第二品 第三品 开始就分 就是会有 这种版本 就出来的版本 有这种不同 所以 蒸旦诸师 就是 来到我们中国 也会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个 丘摩罗舌的 这个靖民 不开一问 不开就是 他不开这些 就讲到谁的 这要参考一下 就是我们所说的 《唯摩绝经》 《唯摩绝经》按照来讲 按照我们 俊摩罗斯的语本 也有 帝子章 还有菩萨章 还有这些 寿量品 我们所说的 帝子品 菩萨品 还有寿量品 还有这些的 法师品 这些都是要去学 到底是 经里面就有了 还是说 意识的分段 还是我们中国 论识的分段 这个都是文学学的处理 在我们这个龙狼 结伐伐的时候 就会 龙就是法龙 龙狼有两个人 在结伐伐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分段 到底 最经典的 就像我们所说的 我们金刚经看 现在普遍本就是有这个32分 32分 按照来讲 在印度的这个 金刚经是没有这个分法 所以讲花花有时候是根本没有分 那到底要分不分 所以我们结状法就是开始分不分都有事实而用都可以 所以事实而用 那为什么可以事实而用 就是整个不管分不分 你就是要了解 这个经到底要干什么 所以佛意在误导 分好就是用分 分不好的话就不要分 所以最小的是讲到 你看到这部经典 最小的是让我们 从这部经典能够开悟什么的正道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性节到正节 所以能够得到 领悟到经典的整个正法的法力 宗制 所以你可以 你开都不开都可以 所以色大圣论讲 教无定相 教无定相是讲到谁的 不管分 比如是我们求那把佛的版本就是有分 福底留置的版本就是没有分 都可以 所以以利益为定 这样子能够才会真正的了解 佛说法的真正的 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本怀 而宗论也是 诸法无定的决定相 诸法无量方便 众生根去 亦付无片 就是我们所说的众生根去 有时候转来转去 所以你要怎么样子去分 所以有时候是随机可以 不一定说 你不能说 分账就好 不是不分账就不好 但他还是讲那个末代比较属于分 所以末代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 很多经典都有分 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都是采用分 分对我们会比较好 因为有分我们才会比较 就是我们的大象来分 就不会说整个经典是好像 不晓得在哪边 起成我们整个 这个起 开始中间结尾 所以就讲开始经 开始起境 就是有关于用这个分来知道 为什么要起 这个不经为什么要因缘是色 为什么佛要说法 如何结束 事与类不同 就是对于这个经 怎样子 后面就是要讨论 要怎么分 要怎么分的问题 所以按照来讲是在第八页 就是按照来讲一般有这个三个 就是这本经有把它分成七段 七分 那另外是把它分为两部 两章 那另外是开为三段 开为三段是比较 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续分 正中分跟流通分 通常比较随三段 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七分的部分 就是我们所说的初五句 初五句的部分来讲是我们所说的 都是五文一直到这个 所以一 二 三 四 五 在 是结局缘起 雍门分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按照来讲是缘起的意思 就是开始要 这部经开始要起来了 开始要 这个 这个按照来讲 这个初句 按照是讲到那个 如是我为一时佛住在 子树 看我们的这个 他的经里面 意思是波斯尼王到莫利夫人 这个叫做 按照来讲 按照来讲就是缘起分的意思 开始要以忧忠的部分来讲 就是开始要 带出这个所谓的圣漫经里面 非常圣真的法义的意思 那从这个信法未求 就是波斯尼王 他他的夫人 他跪于佛陀 还没很久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希望说 圣漫夫人能够跟他一样 跟他父母一样 能够跪于佛陀 所以一直到这个受量所解 以下 应该是到这个谁的 那个 耳术记 接划分 按照来讲就是讲到那个 就是前 前那个 一直到那个 像这个谁的 那个 詹罗儿所记 这个想接划 这个想接划 所以从纪元开始 想那个方便选择起兴奋 然后再来这个 调妇大怨 调妇大怨的部分来讲 就是要讲到那个谁的 那个 那个气吕之行修成分 能知道调妇大怨是跟这个食寿 还有这个三怨 就是讲 所以的话 那个以下 是气吕之行修成分 然后这个观圣地一下 大家 这个 这种说法会比较 就是 我们所说的 是采用参考 因为我们其中法师 并没有采用这一种 出圣观圣地一下 就是从那个谁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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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边圣地的部分 所以 随行使用分 然后 圣满夫人以下 圣满夫人以下 他就是要到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 真子胜那个部分 那个最主要是 真子胜慢 必堪少去胜 胜中分 然后 然后 死缘以下的部分 来讲 是讲到谁的 那个 二十 在第九页 这个二十四孙路 子 子恒灵 告长者 阿安安的部分 就是讲 附属流通分 兴奋 这个我们 就是 就当时 有一些人采用这种 编排方式 就把它分成这个七段 第二个是讲到谁的 二处二会 二处是讲 因为佛说 我们圣满姐妹 因为是讲 第一个是最早的讲那个 应该是讲 御奢处 御奢处就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圣满夫人 她嫁到这个谁的 嫁到这个 御奢处 他父母亲的来的书信 佛住的地方 包括这个谁的 他父母住的地方 所以有这两个地方 就二处 二会就是讲到谁的 由 因为在一车处 圣满夫人 她接受到这个谁的 这个 他父母亲的来的书信 所以这也是在佛在说法这个地方 所以讲一会 然后在佛回到 因为佛在这个谁的 御奢处 在这个时候现身 然后结束之后 他又回到这个谁的 在设为一处 所以说为什么有二会 所以这两处 分别就是 社会处是比较属于 因为属于佛住的地方 就是出家人住 预设处就是讲到谁的 这个在家人处 社会处 就是按照来讲是主向 你不能说社会处完全是出家人住 因为最主要是佛住在那边 他带了一连真团的意思 那余生处比较没有 所以比较属于 因为他属于皇宫 到底他有没有 皇宫有没有 叫他们出家 就不知道 他只是接向大圣 所以社会处是他业所起处 什么叫他业所起处 就是讲到谁的 因为社会就是佛的 说法的地方 所以我们西伯达 长着为佛所造的地方 修学的地方 佛安住的地方 那预设处是我们制约所改 因为就是讲到这个圣蔓夫人 她在皇宫 因为她有这么大的福报 身为这个皇后 应该是皇徽 不知道是皇后还是什么 就是讲圣蔓夫人 因为她是国王的太太 夫人 自业 所以在二处说法 所以有二会 那每一会都有三分 那我们这个讲到谁的 这个怎么样子来 就是对这部圣蔓经要怎么样子把分 把就是我们所说的分章 按照我讲我们一个文章就开始要分章节 要怎么样子来分 按照三分的部分来讲是讲到 因为还是留不开续分 正宗分跟流通分 所以从初乃至你念请佛 从初最早的是讲到 这个 按照我讲到圣蔓夫人是我之女 一直到这个谁的 因为他希望佛能够现胜 身门得出欢喜点授 读诵寿 受识 甚至有些像这个谁的 像这个仆人 代数性的这个仆人 说的这个祭受 所以就是讲后面就是请佛现胜 就讲序分 然后请佛现胜之后 后面最主要是讲到那个 有关于如来真实义功德 这也是讲整个就是带出来 如来真实义功德 然后一直到这个 那个 中间的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讲佛 就是二十四尊路自驮离那个部分 所以佛去以后 对不起 应该是讲到佛 在这个 在第九页的二十四尊放圣光明 然后就那个 应该佛去 也是二十 这个时候二十四尊路自驶离 就是已经离开 离开这个谁的 遗色处 就回到这个谁的色谓国 就讲这个圣漫皆亡 先说持法为流通分 按照的 按照来讲 那个第九页 就是居主念佛 环露城中 向有称王称长大圣 城中的女人以上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讲这个谁的 这个流通分 按照 刚才我们把这个 在这个谁的 医色处那边改 他的流通分应该是在 那个 第九页的上一段 就是倒数的第二段 因为最后一段最主要是佛 回到这个色谓国 所以讲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 这个二处的 另外一处 所以就是 他因为他也有三分 好 就第二会三分 就二十四尊路指头离是续分 后面是讲到谁的 告天地事 这个是讲到谁的 广说词经 就是讲正中分 然后后面最假的的是 讲那个 那个 赞叹劝学 所以讲附属流通分 应该是在后面 因为他的这个 广说的部分来讲 应该是要到这个谁的 那个决定了一 入一圣道 那后面是讲到谁的 在第十页 乃至法柱 这个也是 这个所谓的 互属流通 所以两处都有三分 那我们这个三分的部分来讲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旭分正中分跟流通分是谁弄的 谁施设的 道案法师 这个采用他的道案 那从这个就是讲到谁的这个续分 从这个就是讲到谁的这个续分 就在我们的第一页里面 我们在我们这个 我们后面也会用这种说法 就在我们 我们的这个 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 这本 第一页 就是我们的经文的部分 里面的这个 第一页的这个经 在总结 先以清静心探佛时功德 这个 记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八个 第八行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续分 然后后面正中分就是 从如来妙色身 一直到这个谁的 刚才所说的真指掌 然后从这个谁的 从放圣光明 圣光明就是在 在第九页 的道数第二段 而是师尊放圣光明 普照大众 这是后面是流通分 所以为什么要 因为这个是我们 绝杖法是所采取的这个 分 就是讲到谁的 分段 分账 那 他的这个讲到谁的这个 为什么才 就是圣人说法一定有他的 油制 油制就是 他的这个 利用 还有 就是他 按照而讲是有他的利用 所以讲序分 那既然有理由 就是他的理由 字应该是有他的这个 字应该是他的这个目标 所以从序分里面就可以看到 所以讲序分 所以法治 由法治记彰 那这个讲由治记彰 他还对 法把它去掉 就是他的理由 就是他的理由跟 智就是他要得到什么 所以既然已经公布出来 所以正中分都应该出来了 所以正中限数 所以也是正数分 那如来大悲无限 众生无穷 众生无穷 非子当时 是如来的悲心 他不是为了当时 他还有未来 我们这些的 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佛弟子 所以欲赴远传 我们所谓未来的后代 所以就讲流通分 这个是一般 这个是一般 为什么会有分为三分 那这个 比较属于这个 说法的这个 这是讲一般的分段 原因 那另外是用时间来分 有些用时间来分 用法来分 还有用这个谁的 因为他提出时间跟法 还有力 还有力 来分 那时间就是讲 按照时间是讲初始 中始 后始 就是初始善 中始善 还有后始善 好 所以也开这个三分 这个在我们阿罕里面有讲 佛说法初善 中善后善 那法有 对于法的部分来讲 是有提相用 这我们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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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少听到 所以我们 这个 这种法师附带书名 比如说泛光动地 讲这个谁的 所说相 正说诸法庭 所以讲提 流通是讲这个经有势律 听闻到这部经就会得法律 这是讲诱 所以就是讲 这也是讲流通分 这有提相诱 所以我们法体就讲正中分 就是讲 为什么佛说法的时候 会有时候陷内相 会放光 所以讲相 例的部分来讲就是 讲信解 就是信解性 所以序中分比较属于 就是比较属于信解性 序中分比较属于 所以序中分比较属于 让我们为信者得信 序分比较讲就是讲信 正说令我们戒 那流通分比较属于行 所以探教欠此令一节者行 所以让我们法能够流通 既然法要流通就是要广回宣述 这都比较属于大判 大判就是一般的分类的标准 所以把一本经就是 续分正中分流通分 所以大判 大就是普遍性的这样子的分判 那既然普遍性的分分 就是后面就要讲到这个序 就讲到序有怎么样分 正中分怎么分 还有这个谁的流通分怎么分 都有两个 序中的部分来讲是传经序跟说法序 不要以为吉祥大师这样子讲 我们吉祥大师都是这么讲 这都是我们所说的对于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部经 开始在文献学 就开始要去判别塔 整理塔 这个是讲传经序跟说经序 什么叫传经序什么叫说经序 我们等一下再讲 那正说分也有 正说经序 还有欠性赋法 因为我们所说的正是什么 就是中之本之 这个部分来讲是 说了之后就叫性 然后要扶持这个所谓的 佛所说的这个正法 流通就是讲 圣漫流通跟佛流通 那后面的 就是讲这个序 那序按照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那个有这个 因为佛每一部经典都有讲 如是我为一时佛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圣漫经 也有 如是我们一时佛 佛住在色谓国 所以按照来讲是 人时有益 这序的部分来讲 有按照来讲 涉及到我们佛陀跟阿难的问题 所以用人来说 实序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到底是当时还是后代 是时序 那我们这个讲 如来之说益 益于当时 那阿难结局 他比较 因为阿难结局 这部经典 比较随后代 那中规随一 虚立二序 所以这个二序 就是要牵涉到 我们后面的这个 就讲到这些的 那个 因为讲如是我文一时佛 如是我文是阿难序 一时佛文是如来序 这个问题 所以有人序 还有这个实序的问题 那这样子来讲 就是讲到谁的 有这个序文 有这个 因为提到这个序 就是一般 就是你要进入这个经典 你看到什么 就是判断它是佛经的意思 如是我文就是通序 一时佛在这个谁的 哪一个地方 然后谁出来 跟谁有关系 这个是别序 所以有这个通序别序 所以会讨论到那个 金全序跟金后序 这些种种问题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这不是只有 吉尚法师提到 我们这些大师 玄关大师 每一个大师 都会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这介绍这本经 怎么来 他的这个 因为申办经 有点不大一样 我们后面会说 我们今天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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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